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光义还算硬气 为了夺回被大辽抢占的地盘 烟云十六周 曾几次带人到隔壁的大辽砸场子 但他儿子宋真宗却是个怂包 一听说大辽的萧太后 带着大辽皇帝来大宋砸场子了 吓得差点尿裤子 大辽女人真疯狂 不爱红装爱打仗 大辽的两位主咖都亲自到战场上打卡 大宋皇帝又岂能不去 尽管宋真宗一百个不情愿 还是被主战派的大臣给忽悠去了 你不去 我不去 士兵打仗没底气 我那个去还不行嘛 有皇帝加油助威 宋军打起仗来 跟打了兴奋劲似的嗷嗷直叫 大辽占不到便宜 萧太后便以义和为名敲竹杠 有钱能使鬼退磨 给钱就让你好过 宋真宗担心萧太后 狮子大开口 便让一个大老爷们去跟他砍价 宋真宗的底线呢 是每年给大辽送一百万两白银 哪怕是三百万两 他也能接受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派去的人 愣是将价格砍到十万两白银 二十万匹捐 男人看起下来 哪有女人什么事 此次义和被称为缠冤之盟 虽然缠冤之盟 让大宋变成大辽的提款机 但大宋能用这笔钱 换取上百年的和平 也算物有所值 更何况这点钱 还不足军费的百分之一 并且还能从宋寮贸易中赚回来 嘿嘿 破财消灾免货 换取美好生活 两个字值了 不用跟大辽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大宋便埋头发展经济 一时间遍地都是土豪 据说大宋比大唐还要富 你以为土豪就真的快乐吗 土豪的快乐 你根本想象不到 由于建国初期制定的国策自带bug 到了宋神宗执政时期 大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军费开支大 官僚机构臃肿 百姓赋税重 为了修补bug 宋神宗决定进行一场疯狂的改革 生命在于运动 国家在于折腾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必须得找一个控场能力极强的人 来主持大局 朝中大成无数 但选谁好呢 宋神宗最终选择了耿之boy 王安石 季节决定成败 选择成就未来 宋神宗跟王安石一拍即合 于是两人组团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由于发生在西宁年间 又被称为西宁变法 要向国家强大 首选西宁变法 在变法期间 王安石干了不少事 比如丈量田地 兴修水力 提高军队战斗力 俗话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变法这种事啊 更不能急于求成 可王安石偏步 非要立竿见影 再加上他识人不明 找了一帮小人加盟 没少被人吐槽 结果一场变法下来 王安石不但因为挡了达官显贵的财路 把达官显贵得罪了 还因为胡乱收税 把老百姓得罪了 你这是猪八戒悲喜 费力不讨好 变法期间 朝中形成两派势力 支持变法的一派 被称为新党 反对变法的一派 则被称为旧党 两派人整天撕得不可开交 史称新旧党争 你不争我不争 变法迟早要玩风 后来 反对变法的人 变得越来越多 再加上变法出了不少岔子 宋神宗的心理 便打起了退堂鼓 王安石见宋神宗不给力 便撂挑子不干了 没有王安石主持大局 宋神宗一个人也玩不转 所以变法就成了鸡肋 通往成功的路 总是在施工中 等宋神宗一死 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统统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 从此凉凉 历史支持点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可谓是两极分化 有人赞美 也有人吐口水 但可以肯定的是 王安石这个人 没啥私心 从不贪财 也不好色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夜以继日地 把国家给搞乱了 而由他引发的新旧党争 也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给北宋带来巨大灾难